欢迎回到梅度新闻 阿根廷中央银行近日宣布将在2024年内发行面额为1万和2万阿根廷比锁的纸币 以满足公众日常交易的需要提高金融系统运作效率以及大幅减低和节约印钞成本 阿根廷国家统计局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3年12月阿根廷的阅读通胀膨胀率环比上涨25.5% 2023年全年累计通胀率达到211.4% 据了解2023年高达211.4% 年通胀率适自1990年恶性的通胀以来最高的一年 阿根廷新任总统文莱和新一届政府于去年12月10号正式就职 阿根廷新任经济部长卡普托于去年12月12号公布 一系列经济政策包括减缩政府部门 降低政府对能源和交通的补贴 停止新建公共工程招标等 旨在减少阿根廷财政赤字 控制通货膨胀 作为对新政策的回应 阿根廷11个省份先后宣布进入经济紧急状态 阿根廷能源部门随后也进入紧急状态 新政府的措施引发阿根廷的部分民众不满 青年着一个减少生年 减少生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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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11日 12日 浪费 狱 有为我们看了 大量化 50% 非常 大量化 非常 小 因為它會很美麗